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6日 昨天讲到辽宁的政协副主席李文席落马的消息 今天看到北京政协副主席李伟的落马的消息 也在网上热议 不论是李伟还是李文席 不论辽宁还是北京 都是官员内斗造成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19届总纪委五次会议是24号召开 召开他就表明什么 催响了下一步抓捕贪官的这个冲锋号了 号角催响了 内度进一步的加剧 那主要是新的权贵习近平派系打击其他派系 像辽宁这个明显他是针对李克强 我认为 因为李文席在李克强当书记的企业 曾经是公安厅厅长 你想这个角色那是非常重要 也是手铐的角料子 之间有些合作 或许退了之后 这个李文席退到这个政协 是不是还和李克强保持联系 那更麻烦 如果那样的话 那么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也披露了一些消息 说是这个71岁的李文席成为辽宁省的这个守护 今年是因为他和周永康搏起来的关系密切 而且和孟建柱这个关系非常寻常 也许有些人是有这个联系的 但我认为并非是主要的 那当然今天就不再谈李文席 谈谈这个李伟 李伟呢 今天海外的网站上同样有一篇文章提到他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抓政协副主席呢 那就是因为马上要开人大了 人大政协 再过几天就要开了三个人 开的时候肯定要通过一些议案 通过一些人事决定 习近平现在手里的利剑就是什么 就是反复来抓人 让你胆颤心惊 你必须听我的 我想通过什么文件就通过什么文件 人大也好政协也好 我能替批评 都得举双手赞成 你不赞成 不赞成我就给你落马 因为腐败人人都有 所以他这个是超爽的心情 那么北京市政协的党组书记 党组成员副主席立委 因为这个受惠被逮捕了 那么他长期担任这个 原北京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市长王安顺的大秘密 你看这个内幕也出来了 有些人还是知道消息 因为我不在北京不了解 但我看着文章讲 还是比较靠谱 说是王安顺早一扁再扁 至今七个月没公开露面 这个说是这个李伟呢 他这个消息是1月26号公布的 由国家检察委调查中间 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了 此前就是算是算规 就给你找一个小酒店 小宾馆度假村 条件相对好一点 连红带片 这个连威胁啊 然后你一旦签字 承认这事 好了 这个阶段结束了 共产党内部的加法 结束了 黑帮 打最大的黑帮 先用板子抽你几下 你孵了 好 结束了 你还以为要回家过年了 哪想到下一个程序开始 干什么逮捕 逮捕你以后给你送到看守所了 那就开始哭了 非常哭 你不要看 他是一个什么 这个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过去是声名贤 和这大人物在北京啊 但是你一旦到看守所 就和其他的犯人一样 犯罪嫌疑人一样 这个最多说警察可能 跟那个通监社的老大 育老大 育老大都坐在前面 这个下边这些 这个 受这个审查的啊 动不动就被踢走 审讯这些犯人啊 囚徒们啊 都穿小马甲 潘腿坐在床上啊 一动一不动 十平光明 有时候十几个人啊 很苦啊 就一个小天窗啊 然后叫盘腿打坐 就像和尚的念经神 坐着 完了 开始背上背尖贵 尖贵是九条 我到现在还能背着啊 第一条是什么 第二条 第三条 然后前面做一个 这个叫 有的时候叫 这个市长 有的时候叫这个 这个叫支班员 现在叫支班员 就你支班师 就是育老大 一般这种人物 都是由谁担任 就用死刑犯担任的 每个房间都有死刑犯 就即将要判死刑犯 为什么他担任 因为他想 反而我快死了 他开始又不顺眼 他就揍你 有好东西 你得给他吃 因为他快死了嘛 对不对 无所谓 所以是一般都是支班员呢 这个叫号长啊 或者是叫这个育老大 就你这个房间老大 基本上不一定很能打呀 大部分都是这个死刑犯 如果他人品好一点啊 他人和人不一样 就好一点 他对你很好 要人品坏就麻烦 他天天折磨人 如果是警察 和他勾结起来折磨人 那更可怕了 情况很复杂 所以说 像这个立委这样的 真正送开车所 那一个是你年龄大 你背不住那监轨 前面那监轨 背不住 背得不六道 不是 那他的育老大 肯定走 或者调拨敌人走 除非什么 就是像他这么 这个57岁了 就北京办公厅工作多年了 方方面面都有朋友 那很可能有的人 跟警察就讲好了 公安局有监管处 监管处下个管开车所 那是非常有权的 那么可能监管处 处长就会给所长 开车所 所长打电话 所长跟那号长叫出来 非常严肃的 我告诉你 那个立委 你千万不能动他 那是领导干 那李老大肯定 警察都说话 立刻是好 回去后肯定不打他 但是 你不打他精神折磨他 你想过去 你是办公厅主任 你想 那在北京市 那都是 不是吹牛 那是 用东北话讲 这他们走 那他们难缠 但现在你变成 击下秋 很苦 而且年纪大了 57岁了 天天背那个监管 也不一定能背下来 有的时候我都背忘了 不过对我整体上还可以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海外的报道比较多 再加上 大连的小城市 你想 才能 不到六百万人口 我干十八年 记着 你想 房里面都认识我 而且我特别好心 任何时候不爱别人 对人就特别好 所以 我没受太大的折磨 他也够我受的 这个今天不是讲这个故事了 讲我故事没有意思 我要说什么 像立委这个 他这个肯定是和这个王岸顺有关系 就是对立派要整王岸顺 或者是因为王岸顺在退卸了以后 这个网易松扬了 背后喝点酒 心情众人 一人一人习近平 说习近平你看他笨 就像我今天平时代一样 低能而狂妄 我现在讲不要紧 我在墙外无所谓 回不去了 你忙完事就不行了 你在体制内 有人就打情报了 就小特就报告了 一报告 或者通过监听电话呀 跟踪 现在的手段太厉害了 他在卡通所里边 不是在卡通所里 在室内你要吃饭的话 他放个小东西 你在你睡的时候 他在外面都知道 他在车载就行 就安全局 就干这个事 习近平一心那么重 你想他手下的眼和蟹 他不整天都在这做吗 这事 一下挠住你了 整 完了 一整他 整人在找 57岁立委 随过去当秘书 他 行了 做事了 抓了 你看 立委在市政府宽沟招待所 副所长所长 什么意思 宽沟招待所 那不就吃喝玩的地方 领导去玩 山珍海味 飞禽走兽 然后吃完喝完了 这个男人嘛 就是营养太好了 那肯定了 再给找个什么 小女孩的什么乱七八糟事 就上来 这很正常 这个男人嘛 都是这样 是吧 用于犯错 那叫人抓着巴兵 当年是什么 在这个招待所 招待领导 招待好了 提过上来的 是北京市委办公厅 副主任 政府副秘书长 常务副主任 政法委副书记 政法委 政法委书记 你想都有权 再加上市政府秘书长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就这么提过上来 所以这个 这不出事了 这个 李伟担任政法委 常务副主任 什么意思 就是手里是 签字就行 随便抓人 都他说了算 你想这 北京市公监法司 现在他都不都 胆颤心惊的 你看警察打别人 他接着常务副主任 那是推发的 因为他命运掐在领导手里 但那时候 李伟肯定没有想到 有一天 人生的下半场开始了 这是很可悲的 好多都是这样 那所以就是不是 整天整个人 现在在里边 也在盘腿做 背监规 你不背 不背 用东北话讲 老大就秀 你很很秀 所以说 这个共产党这些干部 共产党使用这干部 这是太久不费人道 反人这一点 纵用你的 什么权力都给你 你看他当这些官 常务副主任 政法委副署局 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 这个宽钩招待所 副所长 那个招待所 你想有的是钱 哪个企业 老板来了 为了霸击领导 说老刘 怎么样赞助点 行 要多少 十万 牛又 牛钉上 牛屁股上 拽一根毛 就给你 供吃的 天真吃 什么都有 什么熊 我太了解 国内这套东西了 所以一看 我就看明白了 这下完了 说是8月25号 就是被调查 10月15号 就免去了 副主席的职务 政协 撤销政协 委员资格 这个就领导一句话 你把立委那撤了 马上就撤了 就说明 他们要 肯定要整这个王安穗 然后就把那个 他烧带出来了 至于说2021年1月11号 算开之后 共产党发布那个公告 都一样 你看那种全是一样 不略有什么 丧失政治理想 违背出席使命 不按规定报道 个人事项 这是证明他有亲友 移民海外 没告诉领导 老婆和孩子 加拿大 美国 跑了 钱也赚走了 这个 接受宴请 这个算什么 就纯粹挑毛病 哪个不接受宴请 你记得请别人 明里得请 你这国内就这么一个礼节 这个事不应该算腐败 你提这个事 致命的内斗 不然实在找不上事 干脆你吃饭的事 你加了 你全都加上去 一顿饭算一千 一年算多少 你看 违规接受礼品礼金 这也是 下车单 哪个不收礼 哪个不送礼 你不送礼 人家给你办事 你送就送茅台 还要生个正宗茅台 对不对 还有从事盈利活动 都是这样 自己的亲友 办个小公司 漏钱 对不对 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你看 这没上市之前 晚你就从前漏股份 等到上市 你就跳上来了 反好多倍 比如说马云 马云 老马给你一个 股票给你个十万 或者让你买十万 完了等一上市 A市B市一上市 你以为反 都是背 这本身是一种贿赂 当官不能拿 对不对 这不就是说 干预为烈 但是这里没讲 这个全色交易 还行 证明李伟 没教育找到 女朋友的事 是不是 我估计 这个事 可能搞不好 也有 对不对 说后来是李伟 这个 李伟的 这个保护伞 就王艾瑟 后来担任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去年六月二号露面以后 直近七个月没有公开亮相 那就等于抓起来了 把你远进去了 你交代你都有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 你坚决揭发 你不揭发 自己有可能判死刑 你这个问题极其严重 去我们掌握我也是好多亿 完了 那一会儿就来了 我又认识你的什么朋友 我又认识你太太 又认识你孩子 我们是为了挽救你 都是朋友托我 告诉你赶快坦白吧 坦白就没事了 尤其是现在快过年了 过年就可以回家了 这一片杀了 开始坦白就李伟 坦白出来 李伟给我送过钱 送了多少 送了二十万 拿一年就开箱了 钱完之以为要放 第二天完 习下送检察院去了 逮捕了 送检察院就逮捕了 检察院也是习近平 他们新的权贵一伙的 计划好的 你还能等着别人放你 结果一看 检察院来了 直接给你转到什么 转到看守所去 押走了 小马家一窜 什么秘书长 完了 如果说当时 干秘书长的时候 不得罪人 叫朋友还行 如果那时候 欺压老百姓 像孙力军这样 那 玉老大一看 你回来了 我到处都等着你了 你终于回来了 肯定很生气 说你为什么对我生气 因为那个当年 说什么 你整过我 孙力军都忘了 但是人就不忘 对 我这里举个小例子 像蔡奇 驱逐地段人口 等将来一天 习近平要倒台了 他肯定倒霉 为什么 你想驱逐地段人口 得罪了 在北京最少几十万人口 几十万当中 难道没有一个 有血腥的汉子 肯定人记在心里 尤其是小孩 你别瞧不起 十多字 他妈妈 当然 比如说被整的 一旦将来有了变局 那小孩有的很厉害 从小就记着 对不对 那西云现在为什么整 有些人那么狠 整不起来那么狠 那不就因为他爸爸 对不对 他爸爸被那个 不给不给整的 王子复仇纪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 要不给 官官就是什么 循环这么干 你看西云现在 整个全小孩 你等将来西云不干 你看看吧 我想问题都比较远 我就是出于公信 不是从我个人角度想 其实他整 有些人我挺高兴 从我个人角度来 我挺高兴 但是呢 对着个人来讲 不是好事 什么时候能完结 只有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开放党禁报警 拥有一颗就是 美丽的心 大爱啊 无奖 你想想想 奖金国 开放党禁报警 救了多少人呢 救了很多国民党的军警特 你国民党 你想在台湾搞那些案子 都很学心 要如果清算的话 那就麻烦了 你看现在 马英九还在那讲 白胡 你白胡什么 你要没有奖金国 就是开放党禁报警 就你国民党干的坏事 早就灭了 清算 对不对 他不赞成 人家蔡英文 民主转型 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了不得 当然我这讲 讲得远了一些啊 我要说的是什么 就这王安顺 这个肯定是 这个属于江派的系统 你看这篇文章介绍 主长国土资源部的时候的旧物 王安顺 这个都是这个周永康啊 这些人都关系非常好啊 后来担任上海市卫副书记 组织部部长 你看这不是江泽民派系 西美要整他们 肯定从底下慢慢整 李强不听习近平的 这都是内斗啊 说后来 12年担任北京市市长 16年突然贬值了 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党组书记啊 你想其目的是什么 调虎离散了 先把你的植物拿掉 安排个小位置 然后再开始整 你想想辽宁省原先 那个省长张国光 整他之前不就是 省长不干 调到湖北省 副省长 然后送节约雪 张国光和我也非常熟悉啊 他是国企大老板 后来上来 对 薄熙也不喜欢他 两人也自己脑矛盾 这个吧 我估计可能现在放了 这个张国光 在家里也看那些海外网站 也是看到这些消息 哎 老家还讲到我呢 肯定挺高兴的 在共产党的官员呢 下去后出了事以后啊 他对我们这些议议人 是影响多好 人都是此一时离一时 整的时候 你就开始怀念言论自由了 对不对 怀念言论自由 你就会对我们有一份 理解一份温情 但是晚了 权力没有人能干啥 啥又是 对不对 所以说 在位的领导干部 一定要看海外这些报道 才知道 怎样把握自己 做一个伟大的人 习近平 我为什么老呼吁 他进行政治体力改革 他是救自己 也救他家人 和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 如果说他只为个人 徐毛泽东 他将来的结局是很悲惨的 一定记住了这话 真的 所以说 看着李伟这个情况 我也看 那肯定是出一种内斗了 你看内斗多激烈 这人都讲的 北京市政府 原副秘书长林向阳 2020 2008月被中纪委带去调查 另一个家属 副秘书长王晓明 5月份2018年 跳楼自杀了 你想多惨啊 人啊 人这个生命 都是先活的生命 你说他 我认为他 很致得同情 憎恶的应该是什么 专制集权统治 就权力太集中了 一党独大 一人独裁 什么事都一个人说了算 很容易犯错 我就别催你们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给我们那么大的权力 百分之百 我们是腐败分子 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呼吁 都是为了大家好 所以你看这个王晓明 自杀之后 组织上怎么说的 说长期惯有抑郁症 什么抑郁症 那就政治体制的受害者 对不对 说过去几年呢 这个北京市多名 领导落马了 副书记李锡文 常务副司长李世祥 常务副司长 城港 这不都是吗 对吧 所以李锡落马 是最新的一例 很值得三思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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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